春生这双鞋没怎么动 那一小子滑得好 里边走得也平 我只是给他冲了点沟 说了 你怎么知道这双是他的 不是我的呀 你呀 这位子没卸 瞧鞋啊 甭费话 给钱走人 四块啊 您自个儿说的 春生哥地方没怎么动 同志们 我说个事啊 一会儿咱们这冰场一开 你就瞧着吧 这四九城的丸主混混 一个都少不了 所以呀 今儿给大家 给我留点钱 你干吗 天儿做呀 你天儿做呀 现在盘司洞里出不来了我 我怎么听回钱震的 和红娘在外的高比尔来着 天儿给人菜了一顿 真的假的 我跟你说 这男女的事儿 就没有一个巴掌拍得下来 哎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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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这么大天儿干什么 你把手都这么疼 赵棍儿 你怎么意思啊 什么疼怎么意思啊 你说什么意思啊 那裤子都快崩陷了 你 你不嫌勒得慌你 勒着我舒服 嫌本部那条顺 怎么着 你不喜欢啊 不是 我 我喜欢归我喜欢 你 你 你这衣服你要穿 你家里你穿给我一人看啊 你这穿出来干吗呀 你让他们看着多不正经啊 不正经 黑子 别弄不开面 不正经 这才哪儿到哪儿了 正不正经这事 必须我说了算了 好不好看 好看 这都到点了 怎么一个人都不露面呀 可说呢 春生哥迟到正常 胡阿哥也没影啊 谁不说呢 哎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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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胡阿哥 莲怎么回事啊 谁呀这是啊 跟谁干起来了呀 甭提了 刚摔了 怎么摔的 甭摔了 春生呢 没来呢 还没来呢 真给我骂你 给 这是你的钱 春生哥 进了啊 多少钱 不用了 不是 真不用了 你本来就不富裕 哪能让你垫钱呀 拿着 你说这半年 我竟拿你跟春生哥的钱了 我妈生病了 这家我这三叔还要粮片 行了 自家兄弟 甭说这种外道话啊 冲 那我先收着 走了 哥儿姐赶紧上兵吧 我闯口气马上过来 那快点啊 好嘞 走 哥 哥 不是 你看 我看着呢 你看什么呢 看那儿 你看看 一看就是部队大院的 他敢来这儿 敢来上海 有胆够肥的 春生 起了 飞了 原嘞 原嘞 走你 你们敢背我帽子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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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帮我帽子 看 走 我去 行啊 这品箱够筋的 行啊 这品箱够筋的 他把我帽子飞了 哥 他们人够多的 等着 我找人家 来啊 说 春生 光花把鞋给你搁这儿了 得嘞 谢谢您 甭搁你 春生 正好你来了 不是 脸怎么回事啊 没事 摔的 红军 让人欺负了 帽子还我 你大点声别虚 我的帽子还我 这品帽子 行啊 你叫他一声 他要答应你就拿走呗 你们跟我装无辜是吧 你吓唬谁呢 吓唬你啊 你再动一声是不是 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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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廷广仲非我兄弟帽子 这儿过了 这谁闲得没事干 跑这儿管闲事来了 就是啊 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 你哪根葱啊 我哪根葱都不算 你也不关我是谁 我就告诉你 今儿是上兵第一天的好日子 我不想走兴 你把我兄弟那帽子团给我兄弟 今儿这事就算了了 口还挺正 我干你啊 我就是鼓楼这片玩的 我叫郭黑子 我大哥叫齐天 我管你黑不黑天不天的 找事了你啊 你看这小哥 你还等 说话呢 来 警察 警察 干吗 三个三个啊 我哥快快走吧 小飞 算你今天有命 我就在这一块 有本哪天你来找我 怕了你别来 我怕你怎么着 我还告诉你 我兄弟这顶帽子我要定 走 春生 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你没看见到时候 警察海工救队的 这要真打起来 还不得把咱一锅会了 来势方长 他跑不了 撤 走 快走 快走 班长 今儿这事怎么说啊 还什么怎么说呀 红军的帽子让人给飞了 我兄弟受这么大的委屈 我要是不让那个叫 郭黑子的人把帽子 乖乖地还给红军 我就不叫萧春生 春生哥 黑子那般人不好对我 黑子那大哥齐天正经 跟四九城有一号 那不是善茬 咱哥几个 不一定逗得过的 我管他什么玩主控会 爱谁谁 我告诉你们 今儿要不是那帮警察 还有工作队的人 我早把那帮人给打趴下了 这事啊 我们还得好好谋划一下 不过 红军 你放心啊 你这面 我一定给你找回来 等过几天 咱们再去石刹海 找那黑子去 春生哥 要我说呀 那石刹海冰场 本来就是那些 流氓丸主的地劲 咱这帮大院子弟 没少跟那儿挨欺负 石刹海冰场 是全北京人的冰场 甭管他有多少丸主混混 我萧军生 一准给他汤瓶喽 春生 我们都听你的 你说怎么着 我们就怎么着 对 春生哥 什么都不说了 全听你的 行 今儿要到这儿 到时候听我招呼 行 那我们颠着 行 走 走了 哥 你怎么查 到才几点 咱俩晾回去了 走 走 哥 他们来了 都从哪儿 爹 都没有想通风 走 走 公俩 走 走 走 船 走 这就是东西啊 盛盛哥 对面那个脱黑的大哥 叫齐天 我听说他为了一女的 给南城老炮里上游 那手给费了一支 说不定就是这女的 这附近有工救队呢 行啊 真来了 怎么着 你是觉得我不敢来吗 咱帽子的事啊 先放一放 跟你们问个事 这冰场门口有一张画 是你们这帮人贴的 没错 就是我们贴的 那我跟你们打听一下啊 谁叫叶国华呀 怎么意思啊 敢留名字不敢站出来啊 我再问一遍啊 谁叫叶国华 我叫叶国华 你叫叶国华 你画的 看着了吗 我告诉你啊 那女的是我天哥带着玩的 你敢追吗 人在呢 去呀 怎么了 怂了 怂了 走 走 走 叶周 这兴业的有点意思啊 哥 动手吧 华哥 看怎么办 走 你就齐天 你们这帮人胡作非为惯了 今儿又找事 怎么着 画道吧 赞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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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呢 是谁呢 你意思啊 你们俩的意思 走 走 赞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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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公主队在路方里 三天后 三天后五安 人命随便远 走 走 走 赞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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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 transpose 他什么意思啊 三天后五安 咱们走 走 卫 artificial 乃哥 赞牌 以啊 这 connects 李治 哎 梁儿 刚刚那叫什么 那夜窝华是吧 这哟 你俩华得可真好 都贴上了吧 啊 我贴你了 大院这帮小子玩得真狂 但你让他们挡着他 三天以后 我带人前夫后继 我弄他就了 这不是夜窝华 啊 不是夜窝华 那谁啊 你想知道吗 想啊 来 多少七 多少十 有我过啊 哥 白天啊 我在冰场 看见齐天他们那拨 跟一帮大院的孩子 俩拨干去来了 看 看 哥 放心啊 咱早晚有机会 废了七天那小子 爸 没出去啊你 嗯 光华 赶紧吃口饭 吃完了饭 陪你妈去趟童司令那儿 回去 把衣服换一下 头发也梳一下 对了 你肖伯伯的正审结果 就要下来了 如果顺利的话 下一批参军 你跟春生一块去 真的 嗯 那太好了 这是才多久没见 就成大小伙子了 这个子真帅气 小梅呢 小梅 哦 早晨呢我让她去她姑姑家 送点东西 本应该早就回来了 我估计啊 是跟她姑姑很久没见了 耽搁了点时间 见了姑姑亲 是 是是是 国华 今天多大了 比小梅大两岁啊 那为什么还不入伍啊 是不是 另有打算 她能有什么打算呀 下半年就走 这不老爷们 让她现在抓紧复习功课 说把文化课呀 弄得扎实点 将来考下来比较好 有把握 我说让她先走 嗯 部队都锻炼人呀 对对对 早日午好 早日午好 锻炼人 你看 小梅回来了 怎么去姑姑家 这么长时间啊 快看谁来了 快来 要过来打碗 阿姨好 小梅 要不去我屋里坐坐 那去吧 亲阿姨我去一下 去吧 快去吧 去吧 这孩子见得又没什么说的 让她们了解 对 让她们了解 让她们了解 好 喝水吗 小梅 其实我 郭华 咱俩不合适 时差海我也在 你喜欢滑冰的那个姑娘 和红灵 好 相信是长辈们的安排 我不想让她们担心 所以单独把你叫上来说清楚 你不要有压力 嗨 小梅 那个 谢谢你啊 不用谢 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对了 有件事要跟你说 这俩孩子 这孩子 齐阿姨 附伯伯 我这儿突然有点急事 得先走了 改天再来看见二位啊 妈 我先走了 什么事这么急 什么大事啊 我这儿 人命关天的大事 没事 让她走吧 不对 我去看看 这个饭都做好了吗 我吃了 我吃了 那你 那你 我走了 再见 再见 慢走啊 再来 慢走 这 这 这刚才还挺好 现在怎么了这是 妈 我没生气 她的确有事 还是我跟她说让她走的 妈 我俩没可能 她有喜欢的姑娘了 以后别再安排了 她太喜欢的姑娘了 你看看你 干的叫什么事啊 人家有喜欢的人了 你还拉这种事 那我也没听她妈说过呀 真丢人 顺子 六七八谁 顾白亮 老红娘 空手 我来 哥 什么时候您怎么来了 疼了点 这么喘啊 怎么了 喘成这样 黑子要蹲你 什么 听谁说的 童小梅跟你说的 不是 那个春生哥 怎么回事啊 明日一大早 顾柳树街 我去西市门干早班车路上 黑子要带人蹲我 蹲你 这伙人跟他拼了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行了 坐下坐下 坐下 你都知道了 你还要去啊 总不能让人家摆一等吧 这帮人 我先说啊 明日没你的作战任务 你放心 就算天塌下来 我爸这股红烧肉 我也得让他吃上 这样 明日你和洪林 帮我绕道去车站 上延庆看我爸去 这哪儿成啊 这里边多少有点我的缘故 小哥 让延秋姐去延庆 我跟你走 别闹啊 回头叶芳又得骂我 帮你打理他 主任哥 我跟你走 对 你不能一人去啊 对啊 行了 黑子这人也不坏 就轴了点 而且他也是为了天哥 所以能化解就化解吧 明日听我的 见机行事 崔子 大清早的 你怎么在这儿啊 等你呢 行 我明白了 等会儿 我说句话 成吗 行 你说 自打我认天哥一来 我笑真生 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或者是让你不舒服了 下不来台了 是我的问题 今儿我当着大家伙的面 给你赔个不是 咱哥俩就算翻篇了吧 成吗 怂了 对 我认怂 晚了 满四九城谁不知道啊 赫红链是我天哥带着玩的 黑子 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天哥也是我哥 他讲义气懂道理 他又不是地处恶霸 新社会都多少年了 父女解放 自由恋爱 公平竞争 赫红链有自己的想法 谁也不能勉强他 差不多得了 算了吧 天哥要我有意见 他自己会来 甭跟我来这套 我看谁敢弄 叶国华 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 什么意思 你 撒泡尿照着你自己 算个什么东西啊 我天哥都说了 这什么呀 你萧春生身边一条狗 跑 快点 快走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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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丁峰 电话 喂 啊 我 我知道了 嗯 我妹同意了 太好了 先找红军 走 走 说好了 哥 我哪儿不去 别犯火了 就算黑子不点你 齐天也饶不了你 你妈那边我去说 香烟好吃啊 哥 但 我去哪儿 保定 保定 我老家 那边有个老屋没人住 我跟叶芳说好了 待会儿她就请假 帮你把屋子收拾出来 去了那边有什么事 有她照顾你 这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妹妹嘴上不让人 心眼不坏 再说了 她不是一直都对你 印象挺好的吗 总说 我们哥几个 救你有救 这回 真得靠她救你了 现在就走 你的行李 我让我解收拾好 给你送过去 过话 小刘 你们几个去车站 送红军 你不去啊 我去趟医院 看看黑子 齐天也让我过去 哥 你不能去 对啊 不能去啊 哥 我必须去 重生哥 太危险了 兄弟们一块去吧 对啊 齐马 不能一人去啊 我不一人去 还要拉帮结伙 干吗 还要干账啊 那可是医院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齐天要想灭我的话 不会让我上医院的 再说了 这事总得有个说法 躲不过去的 来 来 大伙凑的 拿好 哥 别送这脸了 能进这叶发 是好事 行了 走 好 走 嗯 喝点水 黑子 你干吗 你干吗来了 小灰 这是大伙凑的医药费 你先拿着 要是不够的话 你再跟我说 雷子 分上来看你了啊 黑子 你是我兄弟 尊生也是 照理咱们应该是 同生共死 有矛盾拿到面上说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想背地里玩音的 那你跟李尚游 可没什么区别了 天哥 没让你说话 是叶国华先动的手对吧 天哥 其实这事 是黑子先骂的人 骂得确实难听 这是黑子不对 所以这回 全当时事出有因 我就不跟他计较了 回去告诉那孩子 再有下回 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这陈公君 咱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吧 那孩子手太黑了 这要是没个说法 我问大家伙 怎么交代 你说怎么办吧 老办法 陪他白酒的时候 咱们就 简单意思意思 让黑子给他一管啥 就当是黑子给你一面吧 红军打小跟我混 我托个大 算是他大哥 今儿他闯的祸 我替他扛了 我说冬哥 就两毛钱的馅您就 甭往上端了啊 你小子 有肉吃就不错了 去 用点热水给这酒也热着吧 大冷天的 喝这凉酒要伤胃 亏你提前传消息给我不 不让我带家伙 不然咱都得进去 我就是不想把事闹得太大了 睡了 好嘞 好嘞 东哥 我看那照片还有那些脚状 您当年可是这个 老黄厉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 怎么说呢 全不离手 全不离口 这么多年了不练了 那功后 早就歇菜了 来来来来 快嘞 来 来 谢谢哥 正事啊 这杯酒呢 我得敬你 这个我可受不起 你客气啥呀 你跟我爸话说完了啊 原先咱俩不认识 但是我听说过你 我知道你们这部队大院的子弟啊 心高气傲 你这兄弟受点委屈 你能够不计前嫌 给我梁东面子 画干戈为玉博 避免了一场火病 我在这儿呢 替我们那胡同那帮小子 先干戈为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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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吃菜 吃点热 趁热尝尝我这手艺 吃菜 来 我这儿确实有件事 不知道能不能麻烦您 你说 那我可就不拘着了 我能不能跟着您 学些功夫 整整本事 您练武术 对 这练武术这都是童子宫 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东哥 我确实是真心想要跟着您 练习武术 我知道 您觉得我们大院子弟 心不定 人浮躁 说出来不怕您笑啊 这从小到大 我就一心想参军 报家卫国 虽然我现在还没什么希望 但人总要望好的方面想 这万一有一天国家需要我 咱总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嘛 好 东哥 您放心 我说到做到 我就真的想跟着您 好好练武 尝尝本事 行 有你这句话 但是我把这丑话先说起来头啊 这练功夫 它可不是偷奸耍滑偷懒的事 甭管咱们这关系有多好 回头你要是偷奸耍滑 别怪我不客气啊 明白 得嘞 这朋友我交了 来 快拿 赶紧 吃点汁 东哥 你 来了啊 喂 天儿哥呢 麻烦您跟他说一声 我萧真声 把还站了 你先坐 天儿呢 今儿不会来了 他知道 你会替陈红军说破 他心里其实都清楚 错不在你 但是他在帮弟兄面前啊 他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里面接过去 所以把你约到我这儿来 想让我做个证 今后 这件事 谁也不能再往外翻了 但是东哥 这事呢 我岁数大了 听不了你们这么多故事 有什么话 你找天儿说 你们俩咱聊 好 小叔 这顿算我的啊 行吧 二人慢用 谢谢 我给你两碗面汤 温不温 不用 两个人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安静地对坐吃饭了 仅仅几天的时间 随着萧春生和叶国华的出现 两个人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熟人和亲戚 似乎已经被打破了 七条 你不去找萧春生了 我去 为什么呀 没为什么 我这就是没意思 什么没意思 什么都没意思 就现在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 咱俩扔证多长时间吧 三年了 三年四个月 实话跟你说 过去这三年里头 哥们没干别的 就琢磨你了 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 不用问 是吗 不是吗 可能吧 你看 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 就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的 是 这事搁谁身上 谁都得心动 病咱们过去见的都是什么呀 工人 要不就是老百姓 好家伙 俩俩高贯子弟 还天天地围着你身边跟蜜蜂似的 嘣嘣嘣瞎拽 跟谁都一样 那我告诉你啊 天底下没有白吃农餐 你要求人家就得低人一等 你要真是成了人家的情 那你的腰杆子 算是挺不值的 我了解你何鸿链 你挺傲的 你受不了 终于你生日 我已经准备了份礼物 最后一次了 来 干什么呢 那是我爸 严谨大学毕业上 挺精神的啊 但其实 我就等于没见过她 我八个月的时候退自杀了 紧跟着我妈也 我是姥姥带大的 我十岁的时候姥姥也没了 你就是说我 你说我客不客人吧 那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有 我有个一袋黑龙江 但是没什么联系 我爸那事亲戚多 我也都在美国啊台湾 就他一个人牛肉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走 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啊 我 你说我在哪儿是这苦吃的亏呀 今儿咱把她喝了 这瓶酒啊 是有一年我姥姥过生 得一学生送 姥姥不在了 我一直没舍得喝 今儿喝 哥 要不别喝了 留个纪念 别糟劲了 开了吧 再不喝这酒 都跑得差不多了 那更糟劲东西 我今儿叫你过来啊 今儿想跟你聊聊 我知道 但是为什么 我就想 我走之前 把何鸿铃 还有黑子 和他们托付给你 走 去哪儿啊 天津天津再去广州 对后是深圳 深圳 挨着香港 就广东南边一小渔村 我一哥们儿在那儿 混得还不错 去那儿干什么呀 倒点东西 然后 搬香港 哥 你 你是要 不是 为什么呀 是觉得北京不好吗 好啊 我就是不想在这儿待着 这四九城再大 它也没有外头的世界大 你不也想去当兵吗 谁不想去外头世界看看 你说一辈子在这儿当老大 也没什么紧 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 要说有 那也就是何鸿铃了 这一年我心里都清楚 他相信我 他依赖我 可他就是不爱我 我没那么大方 我就是因为知道他不爱我 哪怕是他之前爱过我 现在不爱我 我也不可能把他让给你 天儿哥 我呢 就是你人不赖 打心里头拿你当哥们 才跟你说这些 你不是没缺点 你有缺点 而且你的缺点还挺致命 要没人告诉你 你这辈子也成不了什么大事 春春你记住啊 你之前想把红灵让给叶国华 感情的事是能让的吗 不是你的 你给他他也接不住 接不住 掉地上这菜了 回头还得恨给的东西哪位 红灵这姑娘不容易 我打心眼里佩服她 但我从不可怜她 也轮不到我可怜 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会努力去争取 现在红灵她喜欢你 你就接着 你得对得起她对你的这份好 天儿哥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还有点事没聊 后天晚上 晚上我去拔大树也比我 给人家准备的生日礼物 来 敬你一杯 谁啊 你给我站住 天儿哥 我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老四 李尚尤手底下那么一破玩意儿 李尚尤的手下 他来干什么啊 还能干吗 李尚尤想办我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过来探风来了 天儿啊 这李尚尤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敢派人摸上门来了 甭搭理他 过两天哥们儿就颠了 我怕他什么呀 他去哪儿找我去 走 回来咱今儿去 是吧 你一帮废物店 就让你们抓齐天这么一档的事 你一点相遇都没有啊 有相遇了啊 这齐天 为了跟萧生生单独说话 把家旁边的车给撤了 听说 听说要到南边跑去 跑 跑哪儿去 什么 什么港 香港 可能是吧 齐天要去香港 他哪儿够肥的呀 他有这路子吗 还 还真没错 齐天啊 有个人兴趣 专门往这边给齐天 导航那些什么录音机的零食店 然后齐天呢自己存一块 卖进口录音机 齐天倒卖哪儿了 那 咱不知道 但是听说这兴趣呢 在南方那边挺有路子 我估计 齐天就是想通过他 往那个那个那个 什么港那儿跑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齐天跟萧春生说 后晚上八点把他住戒皮户 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 送完礼 就地儿 行 齐天 这都什么年代 还投稿 还投稿 我就想 我走之前 把何洪凌还有黑子 让他们托付给你 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 要说有 那也就是何洪凌 现在何洪凌喜欢你你就接着 你得对得起他对你的这份好 看得见吗 看得见 看得见 但这字不认识 换一个 这个 这个人 人 这念入 这个念 是啊 是 天哥 天 天哥 这家 我便宜了 嘻子哥 可有两天没露面了 我这不是忙吗 你大哥都伤成这样了 你还有什么可忙的 我这不来了吗 怎么了 看你这慌慌张张的 有事呀 天哥不见了 不是 什么叫不见了呀 这两天呀 我老去他们家找她 可她都不在家 我老去他们家找她 我老去他们家找她 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不能是让人绑子吧 这 不行 我得找找去 你商量店上哪儿去啊 那天儿哥不见了 我不能不管啊 你想管管不了啊 这么着 有个人能管 起子 你怎么来了 黑子让我给你带句话 什么话 天儿哥失踪了 只要你能把天儿哥找到 你跟黑子的仇合就算了了 天儿哥失踪了 什么时候的事 都失踪好几天了 那我问你 你什么时候知道天儿哥不见的 这两天我见天上咱们家找他去 可每回他都不在家呀 春生 春生 天儿哥好像出事了 洪灵 你别急啊 你怎么知道天儿哥出事了 昨儿是我生日 天儿哥说了 他走之前要送我份生日礼物 可我昨儿等了他一天都没露面 你知道齐天要送你什么生日礼物吗 虽然他没名书 但他知道我喜欢录音机 我估计 可能是想送我进口录音机 进口录音机 这齐天哪有门路搞进口录音机呀 春生 不是 有件事可能你们不知道 就是这些年 我们跟天儿哥和他男方一个兴趣的朋友 你一起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 然后再把配件组装成成品外卖 赚了不少钱 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 倒卖 这是要判刑的 这事你们也敢干 可那也不能放着钱不挣吧 再说那兴趣的挺长时间 没给我们供货了 听说前两天好像刚回来 我知道了 齐天跟我说过几天 要去巴达处接批货 说的就是倒卖配件这事 我估计着 他想把配件 传上录音机 给红铃铛生日礼物 那怎么办呀 天儿哥不会是为了送我生日礼物 接货的时候出事了吧 其实我问你啊 齐天找倒卖配件这事 还有谁知道 倒卖这事就我们哥儿就个知道了 老四 李少阳手里那么一破坏 我知道是谁了 谁啊 李少阳 李少阳 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你来了怎么也不先演一声 我也好让兄弟们好好招待你啊 七天没来啊 这外面可都让人动了 说你们哥儿俩现在好的 都穿一条裤子 你都死了你 问你一件事啊 什么事 说说 五天前晚上你在哪儿 你跟我们家喝酒啊 想都不想就说 这五天前晚上的事记得够清楚的啊 他脑子好使唯 那我问你 你问谁啊 你问我什么我都说呀 这可是私事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李少阳你装什么好人 一桌你使得坏 翘尔过哪儿去了 今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瞧把你能着 不过了 我说 你们能不能别老塞着我啊 齐天又不止我一个仇人 他那么淘气 那么好现在还遮橘子了呢 你怎么知道他进橘子了 他生日事还少啊 随便那件事犯了 都有可能啊 翘尔过在哪儿啊 翘尔过在哪儿 天又哥在哪儿 不知道啊 在我里面 天又哥在哪儿 找着了 找着了 天又哥找着了 天又哥在公安局 我还需要 真的是啊 真是搞不失 你还没记得我 什么怕 是不是 大家都们 当今第一 都 他们已经打 来 把钱 是谁 在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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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这头你到吧 老师 大� хл溪 下雨 好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要 你拿回去吧 回来 虽说我齐天在别人嘴里头是个混合 但是我说得出就一定做得到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强迫你 做你不喜欢做的事 不愿意做的事 但是在你还没找到你想出的人之前 你也不能够拒绝我对你的好 拿着 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多目透 这三年多哥们没干别的 就琢磨你了 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 不用问 是吗 不是吗 可能吧 是吗 冰霄雪蓉 春河景明 又是一年过去了 你把孙春河景想起来 却也舍不得离开贺红灵 即使他感觉到 离贺红灵越来越远 陈红军渐渐走出了黑色的阴影 他对叶芳的感情 人也在悄悄地萌芽 春生 前段时间我病了 生活上也遇到一些问题 不过你别担心 现在都解决了 期待与你再军营见面 等你 行 去吧 天儿哥 有长进呐 不是 你不是还有大半年才出来吗 我还以为我走着人见不到你呢 我这是在里头有立功表现 就提前释放了 怎么不来找我呀 我 我怕对你影响不好 我就 是吧 哪儿的话呀 你齐天 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我哥 有你这话 直了 天儿哥 本来我这事想要拜托给东哥的 既然你出来了 我就托付给你了 什么事 我姐 她这个人脾气虚 心眼识 还有我爸 她也需要照顾 我 我怕她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放心 你交给我放一百个心 谁要是敢从你姐身上拔身寒蒙 那得先过我这一关 行 那我就谢谢天儿哥 咱们兄弟之间不必沿线 行了吧 你们俩聊得差不多了吧 怎么样 既然来了 给他们练两下子 东哥 我就别了 我就过来跟你们打人招呼 我那火车快开了 赶火车来不及了 好吧 小子 好样呢 干人好时候的 一定要好好珍惜 您放心 我保证不给您丢人 你要遵守纪律啊 别跟别人打架 知道吗 我知道了 姐 照顾好自己 听见了没有 爸的时候你放心 有我在 你就照顾好自己 听见了没有 行了 姐 放心吧 我知道了 差不多行了 火车都要开了 方子 你这个人真是 真是冷酷无情 我这是冷静 你知道为什么我最放心红军吗 为什么呀 因为有你 黑子 我走了以后 别为难红军了 你是我兄弟 他也是我兄弟 我呀 我呀 对那风波我还没兴趣呢 你现在有这身军装了 人家呢叫高级知识分子 我们这是小鸡三尿各有各的道 以后呢 我还得找谋生的出路呢 没够大意的 真出事头破 放心吧 春晨 行 是吗 红军 哥 多写信 以后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 多跟方子商量 哥 我记住了 你们俩 千万别松剑啊 等那个政策平反一下了 等于均匀见 好 家里人我呢 没事 没事了啊 都好 紧合上车 紧合上车了啊 早点啊 哥 我一定给你信息 行了 保重 走吧 保重 保重啊 春晨 乖乖你找光主机啊 行行行 走 走 我走了去 走走走 走 走 走吧 我好 所以 fan 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